我有一个朋友男生他当时离婚之后然后带着两个小孩 但是因为他长蛮帅的所以还是桃花不断 可是一讲到婚姻的时候人家想到他两个小孩就打退堂鼓 那就后来他就觉得有点放弃 然后就到他四十几块五十岁的时候 因为他保持得很好你知道看起来非常年轻 所以人家就也觉得他人很好就跟他讲说那你想要找一个伴 他说同事介绍说我有一个表妹 这个表妹真的长得很好看 然后虽然年纪你们差不多大 可是真的比十几年纪小个十几岁 然后后来他就交往一拍即合 一拍即合后来那女生就跟他讲说 我为什么会那么晚婚是因为我家庭负担很重 我爸爸一个中风妈妈因为一个糖尿病 然后眼睛瞎了 然后还有一个弟弟因为出车祸然后得了 就是在安养中心你知道吗 所以呢他才会这样子 然后于是他们就开始勾画未来的 然后那男生就去他家 去他家以后爸爸就握着他的手 就跟他讲说握着男生的手跟他讲说 我这个女儿啊真是孝顺 我们这家全家都亏欠他 然后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家庭 然后于是呢他就跟我讲说我想娶她 你知道我想娶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不可以在一起就好 我就给他见了说可不可以在一起就好 我说他真的负担很重 我说如果你今天跟他在一起 你是男朋友 你带着他爸妈去看病 然后偶尔带他爸妈去玩 他谢谢你 你知道吗 可是如果他负担就那么重 你就是一个上班族 你供应不了他的时候 他可能会怨你 就他讲说不会啦 不会啦 而且他现在自己在做生意 然后都可以cover住 然后我就说那就祝福你吧 然后结果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就很开心了 然后不是有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也跟他很好 然后呢甚至他每 因为他们变成两弟夫妻 一个在台北一个在高雄 然后呢每次回来的时候啊 他都会放点钱 女生呢会放 因为他做生意嘛 会放点钱在梳妆台 女生放点钱在 对 就是这男生家 不是还有两个小孩子吗 就是说有的时候小孩要缴学费啦 他不是家里护胎很重吗 对啊 所以更感动啊 那他知道说这个男生 那个小孩子又两个要缴学费啊 现在两个要缴学费的时候 或者说小孩子可能放寒假暑假 是不是要带他出去玩啊 知道说他也不是很简单 就是说所以这男生更感动你知道吗 结果后来 于是他们就这样很幸福的过日子 结果有一天 他看到那女生的LINE 然后他就很直觉的就看一看 看完以后他直接就昏倒了 男生就昏倒了 那LINE上写什么 你说如果我们猜得出来 你去这玩意吗 我帮你拍拍手 对不起 真的LINE上写什么 马律师你比较聪明 那个女生另外有别的男人在养他 对 好厉害啊 果然是 就他就显得是说 要随便我吗 随便帮你拍拍手 就后来写的是什么 你知道他叫他老婆 说我好想你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你什么时候才要回来啊 然后我已经 就后来果然是因为那女生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他是他的真的老婆 所以是别人的小老婆 他那个女生一直是别人小三 一直是小三 一直是小老婆 所以一直没结婚 然后我就刚才找到一个 可能不管是进于什么理由 把他结婚掉了 这个厉害 然后就换 换那男生好伤心 你知道伤心到全身发抖 然后不知道如何是好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跟他 而且对他男生来讲 过多久他才发现 过多久才发现 一年多啊 一年多 因为他们一直是两弟夫妻嘛 然后就换那女生就跟他跪下 你知道吗 跟他跪下说我真的对不起你 可是你知道吗 我多想 我真的好爱好爱你 然后我也真的好喜欢你 就是我想要嫁的男人 他有跟他结婚啊 他有跟他结婚啊 有结婚啊 所以但是他发现啦 他老公也告诉他说 他看到了这个东西 然后让他解释啊 所以他不想离开这个男的 那为什么他还要有另外一个男的 钱啊 钱啊 他爸爸妈妈还有他那个弟弟在安养中心的费用啊 他没有办法供养啊 他没有办法供给啊 所以他当时骗他说他在做生意其实是假的 我听到时候我真的 所以他在利用另外那个小王 也不能这样讲 应该就是说一个长期当小三的女人 他虽然金钱上面没有匮乏 但是他心灵上还是需要一个正宫 他需要一个正宫 他终于找到他梦中情人了 但是现实上他还 这个梦中情人不能给他任何东西 因为跟我在一起的都是 都是富二代或者是很有钱的老先生 他能给我的家庭 可怜的悲剧啊 对 所以后来我那时候真的是 他痛心疾首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我完全没有办法跟你讲什么话 我说如果我今天是这个女生的朋友 我会好心疼他 因为他他他做了什么 他其实今天他如果他不管不顾 他可以追求他幸福 他妈妈爸爸就交给政府机关吧 他的那个弟弟交给政府机关吧 你知道吗 可是问题是他有限能力有限 他最后他就就这样子生存下来了 你知道吗 可是问题是说 关键还是在手机嘛 干嘛看 其实回到你刚刚讲的 如果当作在一起 他就不会那么伤心的吧 对 如果说当时只是在一起 对 只是一个伴 他可能就不会这样子 他不觉得他受伤那么重 于是他就想起来 就说每个礼拜 他居然放钱在我化妆台上 那个是那个男人给的 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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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虚伪啊 其实这个男生没有他之前 他也不需要这个钱 他还是把小孩养得很好 女生虚伪 女生应该是罪恶感的补偿吧 罪恶感的补偿吧 他会觉得我还是把一些费用给你 然后会感觉对你是好的 降低他自己的罪恶感 好